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4月3号的宜兰新闻 奉献台湾超过半世纪的意大利籍神父旅若社 因为家乡武汉肺炎的疫情十分严重 欠缺医疗物资 是紧急发起了劝募行动 希望台湾能够帮助他的故乡 而宜兰市长江冲渊 今天透过仁爱基金捐款10万元 感谢林医会以及长期为医疗奉献的旅若社神父 也呼吁各界能够共同伸出援手 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意大利确诊人数破10万 死亡人数也不断攀升 这让在台湾为医疗奉献超过半世纪的 意大利旅若社神父相当担忧 希望台湾可以帮帮他的故乡 而天主教林医会发动募款 可以购买N95口罩送爱到意大利 而宜兰市公所决定捐出10万元的人爱基金 回馈鲤若社神父 在国际间很多的国家都已经招架不住 在我们宜兰有一位鲤若社神父 他把一生都贡献给台湾 在我们医疗最欠缺资源的时代 他就投入在台湾的医疗行列 救过我们无数的台湾人 有很多现在在社会上很成功 或者社会精英都是经过他医疗之手来成长的 我们看到一张照片就是他跪求天主要解救他的国家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所以鲤若社神父他不只是一位医生 他是意大利人也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在这么这个关键的时刻 重要的时刻 人家你说吃人一口 善人一道 这次的募款行动将用来购置医疗物资 协助在意大利各地的私人小型医疗机构 让他们能平安度过这场疫情 所以在他的国家有难的时候 相关各界也都发起了这种国际的援助行动 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施工所率先响应来捐款10万元 另外我们也希望呼吁各界可以共同来响应 这些N95的这些医疗器材设备 是由国外来购买 不是由台湾的这个医疗资源 再去做这个分配 所以也不会影响到原本台湾 在医疗防疫上面的一些作为 天主教灵医会也设立募款账号 捐款时间到4月15号为止 捐款时需要备注捐助意大利灵医会即可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坊报道 但是你们看脸旁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做码 冚时许